7月1号 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最新报告 飓风贝利尔增强为5级飓风 最大持续风速每小时257公里 当天早些时候 贝利尔登陆格林纳达的卡里亚库岛 当时的最大持续风速每小时241公里为4级飓风 贝利尔在卡里亚库岛造成严重破坏 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格林纳达政府称 飓风过后 格林纳达全岛约95%的地区断电 当天早些时候 贝利尔穿过巴巴多斯和多巴格岛 给当地带来强风暴雨 巴巴多斯全国停水 航班停飞 学校停课 一号晚间 亚买加仍处在飓风警报之下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一号晚间警告 在接下来的一天时间里 贝利尔的强度可能会有所波动 但在加勒比海东部移动时 仍将是一个极危险的飓风 预计贝利尔将在2号穿过加勒比海东南部和中部 3号经过亚买加 专家表示 从6月初持续到11月底 是大西洋飓风季 今年这么早形成如此强大的热带风暴 是极为罕见的 这是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有记录以来 在6月首个达到4级的飓风 专家分析 贝利尔之所以打破6月的记录 海水温度的升高是重要原因之一 Yeah, so climate change is affecting hurricanes it is a complicated story though so the first primary factor is that with a warming globe and warming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that sets the stage for stronger storms to develop the other remarkable thing about the storm was that it had a very intense shift in intensity from a category 1 to category 4 storm in less than 24 hours for a storm to do this in late June is something we have not seen before